词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唱色微风拂过黎明 快乐的失去眨着眼睛 思念穿过寒雨 声音穿过我和你 生命的注定 谁把心动漠视开启 闭上眼睛见世界呼吸 曾经流浪广买和努力 转身依然是你 听我寂寞诉说 Lovey baby只对你说 Wait a moment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 如果勇敢 能不能给人片刻划我 让幸福站落 听你轻轻地说 Kongada ma只对我说 Only time make me smile 填满我的漂泊 Bei处决落 如果心动是回忆沉默 我的眼眸不会再显断 Erstehen unwirklich Die Sterne in der Höhe Vietausend Jahre Und Schaum Sicher mit liebeswie Sich sprechen Eine Sprache Die ist so reich So schön Doch hari nadie ponder clian Podpper No Risa SC Robosa Ha 博 Pie Con Kungada 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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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哪怕有一张舒舒服服的床 让我有一晚上睡踏实了 可是不行 不要再假惺惺地为我好了 你以为华生只有我恨你吗 全公司有几个人是不讨厌你的 那这讲什么的事啊 我再想或许我也有错 错在不该重用他 错在 不应该把我自己的人生心跳 抢嫁给他 为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他想要的吗 我认为好的 他也觉得好吗 八年前我想追求的东西 我的目标 也是他的目标吗 不是 他现在最简单的愿望 就是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 别想了 我是不是很失败啊 错不在你 虽然说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还没想到 有这么多人不喜欢我 讨厌我 甚至是恨我 下属想要掌握 然后 其他人 就等着看笑话 别想了 没事 需要充电 来 跟我来 来 跟我来 干吗呀 马上就十一了 我陪你去散散心 来 随便选 不用了 我已经约着人了 你 你约了人和 和谁啊 你 你约了人和 和谁啊 你 你约了人和谁啊 你 我认识吗 你竟然和我不认识的人去度假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几个人啊 都有谁啊 好啦 再点休息 下周见啦 下周见 不是 我认识的 几个男的呀 熙熙啊 你爸知道你要回来 这一下午啊 都在地里忙活 说是呢 要给你吃最新鲜的 硬剂蔬菜 老林 你是不是最近关键也没饭 光虎所以了吧 我说她了 我说熙熙在大城市 什么吃不到啊 那能一样吗 这是我亲手种的菜 亲手洗的菜 亲手给你做的菜 只有我宝贝女儿回来 才能有这个代理 还有你妈 你们俩呀 永远都在我这儿 是贵宾代理 你呀 就自我感动吧 林总 不 你问问咱闺女儿 闺女儿 从小到大 我是不是你们班级里的 好爸爸第一名啊 你呀 是惯孩子第一名 熙熙要是嫁不出去 你就高兴了 对不对 我就高兴 我诺一 你要是找不着比你爸爸 更秀秀的 那还不如不找呢 对不对 你在说什么呢你呀 十一黄金周 你有什么安排啊 我陪你去 你知道我去哪儿 那你就去 你不走呀 我又不挑 你要去哪儿 你确定你要陪我去 确定 行 跟我走吧 这风景不错呀 这地儿新开发的吧 不算吧 有几年了 你早说呀 你早说呀 我就不搜那些热门警调 这个路口别拐啊 下个路口再拐 那条路进 挺熟啊你 当然了 去我家的路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也没问啊 你还说无所谓 你不挑 我什么都没准备呀 那怎么办 回去啊 你怎么办 收让董董 去去买 走 走 老板 我想问一下 您这儿有最贵的酒是什么 有茅台吗 茅台我们这儿哪有啊 我们这儿有自己酿的酒 自己酿的酒 怎么不合适啊 小伙子怎么不合适啊 我是去见老丈人丈母娘 你说自己家那样的酒 拿不出手 你看那儿啊 那是我们当地生态林园的特产 我们当地人都知道 只要见老丈人提这个 特有面 温室准成 是吗 是啊 那借您寄言 我一样要一个 多少钱 二百九 好 买好了 买了点土土茶 你觉得我穿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怎么 堂堂 萧总 见过那么多大市民 现在紧张了 没有 我就是不打我准备之兆 去我们那个小村里 要什么准备啊 那可不一样 我要去见咱爸妈 马虎不得 我老爸呢就是个农民 每天就是下乡种地 你穿什么对他来说没有区别 那你妈是文化人啊 八百年前的事了 现在就是村里面的英语老师 你见到我爸妈 别醒醒他们就行了 怎么可能呢 不管你爸妈是做什么 我都会很尊重他们 而且我还要把 AI农业科技运用到这儿 改变一下农村的落后生活 算是我一定的心意吧 来了 好 来 来 希希 其实不用这样吧 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 不用特意安排我和你爸妈 在度假村见面了 我没特意安排啊 那这是 这就是我家啊 好了 快拿取命了 好 萧宜诚 这就是你买的图特产 是啊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我不太确定是太合适 还是太不合适 要不这样 姐姐放这儿 先不用带 附近有没有什么礼品店 我去买一点 因为第一次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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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了他们的东西 拿着吧 拿着 我 我来 你怎么也不提前 跟我打个招呼啊 家里什么准备都没 给你们惊喜嘛 什么惊喜呢 妈 给你介绍 这是我男朋友 萧依诚 阿姨 你好 我是萧依诚 你好 你好 快坐吧 坐吧 你也坐 坐吧 我跟你爸说了你回来 他在赶回来的路上 我知道 我给他发信息了 希希 快坐 快坐 希希 在哪儿呢 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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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 老林 我的宝贝女儿 属于回来 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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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介绍一下 好 快坐 希希的男朋友 叔叔 您好 我叫萧依诚 我的女儿什么时候 有男朋友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现在知道也不玩 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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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吧 快坐吧 坐 希希 叫你坐 好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 文烈 这是你拿过来的 不不不 是我买的 你买这个给我呀 那个 主要这次来得太匆忙了 然后小镇上也买不到 别的东西 确实拿不出手 拿不出手 那你是觉得这个东西 不好喽 对 确实是不太好 确实是不太好 那你跟我说说 它不好在哪儿 主要是 我也不知道您二位 到底喜欢什么 这次来得太匆忙 实在是失礼 抱歉啊 你确实是挺失礼的 你确实是挺失礼的 行了 行了啊 别难为孩子了 超市那么大 偏偏选中了我们家的产品 这不也是缘分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对啊 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妈妈 高文丽 文丽牌 我们家生态员的品牌 我说 也是你们家的 这家总喝来吃 希希 你说吧 老实交代 他们埋从关抗拒从严啊 你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家就是做生态员啊 弄点土特产什么的 就这样 还做民宿生意 这片别墅群呢 是专门找人设计的 其中几间我们家自己住 剩下的就给游客住了 剩下的 还有什么呀 其他的就还有点什么 相关的 零零总总的 相关 相关什么呀 你这次不能再喊我了 说清楚 你过来 你现在能够看到的地方 都是我爸的 我之前还找什么融资啊 我直接找你就好了 萧总 您也没提需求啊 你也没跟我说呀 有什么好说的呀 我之前一直以为 以为 以为我妈跟一个穷小子谎吧 这不是我说的啊 你之前就是这意思 也没错呀 以前我爸呢 就是个亲亲恳恳种地的农民 好像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吧 做生意才有了点起色 顺应国家政策嘛 你觉得我回心吗 你幽默我 真的 而且我爸妈的生活 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啊 我妈妈还是乡村教师 我爸还是个七管妍 我觉得 你爸不仅是个七管妍 还是个女儿女 我这次真的被你坑惨了 佳直一算 你凶多吉桑 怎么会 你说她看上她什么了 你说这个西西啊 到底看上这个小伙子什么了 这小伙子挺不错的看上去 挺斯文的 斯文 光斯文有什么用啊 斯文能当饭是吗 他得是一个 肩能扛手能挑 能做大事的男人才行啊 我听说他的事业还不错 收入也应该行吧 我不需要 咱家缺钱了 咱家缺的是 像他爸一样优秀的女婿 文莉啊 你看 我都听了你一辈子话 这次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 这小伙子们 一定要娶她女儿为妻的话 他必须得通过我林大勇的考验才行 好啊 听你的 来 喝茶 好 你也吃 好 能喝酒吗 我 他不能喝 这给尝尝 晓晓啊 吃得还习惯吗 习惯了你 习惯就吃啊 不好吃吗 没有 我平常本来就吃得少 你看不能吃也不能喝 估计啊 干别的事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林总 林总 高老师 来了 他 他们都来了 谁来了 都跟上啊 算了 好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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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大家好 闻起来啊 老黎 大家伙都来了 都来了 好好好 老黎你这带的什么好吃的呀 红烧肉 干出锅的 大勇哥 听小王说您家新女婿来了 这不 乡亲们可都来了 哪有什么女婿呀 只是小夕的一个朋友而已 这女婿也是从朋友开始的嘛 咱们的礼数可不能少啊 对 不能少啊 我们桃茸村屋的一个风俗 就是有客人来家里面了 就要把好吃的都给你 是啊 小伙子 我们这里的风俗就是 这个新姑爷上门啊 吃得越多 这说明对女方越忠实 是吗 是 是 好 来 上菜 上菜 走 转越高 是啊 是 是 来 烧鸡一支 来 烧鸡一支 来 烧鸡一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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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行了 行了 别吃了 老林呀 下一分 行了 剩下的东西 你们拿回家自己吃吧 叔叔 我还能吃 你逞什么呢 你是想拿吃 来证明对希希的感情吗 这能证明什么呀 你 什么意思呀 我八点四肢可以不用吃了 你瞧 这还没过门呢 就护上了 小姐妹 当年呀 我对希希她妈 我是怎么拿出我的诚意的 你们大家伙 说给她听听 对 大勇哥那双手可巧了 对对 当年大勇和文丽结婚的时候 那柜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只能相提并论吗 你那时候是穷的 没钱买家具 这是钱的问题吗 这是你爸我 对你妈的诚意 懂吗 叔叔 我对希希也很有诚意的 扣说无凭 你得拿出你的行动来 我才会对你有所改观 好 那您说我应该做什么 你才能信任我 你能做出手工沙发来 我就考虑把希希托付给你 老林你别开玩笑了 沙发怎么做啊 材料在哪儿 那后院一片出海 现开现做嘛 很难吗 好 一言为定 我一定能做到 希希啊 你爸呀 还是挺护着他的 小姐妹 走了 上去喝茶去 走 你吃了 老林 好撑啊 走走 上去喝茶去 哎 哎 哎 大勇啊 你怎么会让萧怡诚坐沙发呢 我感觉不妥 闻脸 嗯 希希这么想我 你也不理解我吗 好吧 那我就听听你的高见 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记得我就跟你说过 这辈子啊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苦 一定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呀 当然记得 而且啊 你说到都做到了 我这个人啊 没什么文化 这辈子呢 全靠的就是这双手 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家里穷 置办不起家具 我就自己打 打出来的家具 比买的还要好 后来呢 我种田种地 慢慢地 置办起来这份家业 一个男人 你只要这双手能干活 你屋子里的女人就饿不着 大勇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了 是 时代是不一样了 但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要考验一下 这个姓萧的小伙子 加汉加汉 穿衣吃饭 我不管她是什么做 你只要肩能扛 手能挑 咱女儿跟着她就错不了 好久了没啊 满手 好 百真实 我觉得啊 你爸就是嘴硬心软 一盒消失票就跟你收满了 不是 其实我挺理解你爸的 嫁女儿就是这样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以积极的面貌 去面对这次挑战 好 沙发怎么办啊 你能做吗 沙发 所以我还真不知道 不 我觉得 研究研究应该也能做出来 我觉得难 你知道吗 我爸当年做家具 就卡在沙发上了 那可太好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都做不出来的东西 我要是能给做出来 那他女儿我去订 好 来了 怎么了 程耀 晚上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皮特 我马上要出门一趟 可以啊 不过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老肖去桃园村屋了 我有份急劲要找到钱 那边是不是都是山路呀 对 我开车过去 那这样吧 你等我一会儿 咱们一起去 不用了 这么晚了 而且车程三小时呢 就是因为车程三个小时啊 咱们俩都轮流开 不然疲劳驾驶 皮特也不放心啊 对 走吧 我们一起去吧 顺便找啪啪玩一玩 别忧郁了 去送店了 等会儿想换个衣服啊 等会儿想换个衣服啊 好吧 好 停车 啊 怎么了 停一下车 停一下车 弄着干嘛 走 怎么了 给你听听歌 没事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你刚才前面给我烤 没事 你带上了 谢谢 当这结局变成陪你不可 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旅途的 最美的生活 来得挺快啊 还可以 大半夜的你们两个人站在这儿 是在等我的吗 消消神 凌晨一点 消神 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对劲 皮特呢 车上睡着了 我就给他抱下来 对对 明希 陈文辞职了 工作的事过几天再说吧 既然都来了 大家一起放松放松 没事 没事 好吃吗 你这还有馅呢 小夕啊 朋友都在啊 老爸 老妈 给你们介绍一下 您好 您好 这是童馨 这是程耀 小朋友叫皮特 你看 一家三口都来了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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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坐 林叔 您误会了 我们不是一对 程耀是我和老肖的合作伙伴 你瞧瞧 你瞧瞧 那我鲁莽了 没事 小夕的难得带朋友回来 你们要是喜欢啊 就在这儿 多住几天 谢谢爷爷 我好喜欢这里啊 好美丽啊 就跟童话故事里的仙境一样 你瞧都叫我爷爷了 小子真甜 那你们啊 就把这个地方 当成自己的家 好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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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诚 吃饭了 行 那先这样 我明白了 回来了 小夕吃 阿姨 我来接了个电话 不错 要不 我还是换一件吧 挺好的呀 我爸这件外套 你穿上刚好 是吗 我也觉得挺合适的啊 行了 来 把这个装备戴上 这个就不用了吧 擦汗呀 有备无患 这个戴上 这个真不用了 我是去砍竹子 不是去刷厕所 行吧 那就先扔里边 把这个装备戴上 来 得放工具呀 你不备它怎么办 行 把这个戴上 你往高点扔 随 来 有人来一回玩 你好 你谁啊 他好像是个哑巴 皮特 怎么能这么嘲笑别人呢 快跟他道歉 略不提啊 肖依诚 肖依诚 老肖 肖依诚 什么大班啊 走 走 你这个帮我拿了 好 小心 肖依诚 要准备干吗去啊 巡山 巡山还带刀 好 怕山上有老虎啊 好好玩啊 吃早饭的时候 连夜都告诉我们了 怕怕要去测厨沙发 走了 走吧 我像不像大侠 你小神道 这个也淘楼吗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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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这个 吃这个 小陈啊 这个冬瓜呀 是我结合了三十个地区的品种 最后杂交出来了 你尝一尝 行 我尝尝 确实好吃 是吧 小肖啊 你也尝一块 好 你手怎么了 没事 扎到了 没事 不行 这得消毒 扎个刺 拔出来就完了嘛 不行 这得消毒 走 处理一下 这不用 像当年呀 我跟你妈打家具的时候 就是拿这个手 我都不知道被锤子砸过多少次 我 我砸过一下眼睛嘛 这不是林叔 你这不一样 人家这个是邱关怀 是套路 你看你 林叔 你是不知道 我来跟你讲 他当时搬到林熙家对面 说自己不会收拾家 让林熙帮他收拾家 你说这不是套路是什么 我 行了 得处理一下 你不心疼我心疼 好 这个套路我怎么不会 文莉 我这手怎么也疼上了 叔叔您学得太快了 这膝盖也有点疼 是吗 怎么办呀 俩坐吗 什么 其实就算你不坐这个沙发 我也认定你了 疼 不是 这话我应该露心啊 讨厌 真疼啊 真疼啊 我给你呼呼 不疼了吧 好 其实这事怪我 我应该提前跟我爸妈打招呼的 这事不怪你 是我自己贴着要来的呀 我知道 你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要跟着来 其实呢 我就是想 回家休息休息 充个电 让我看看 充满了没有 充满了 回来一看到乡亲们 小和和的那么热闹 抱抱我爸 跟我妈聊聊天 还有你陪着我 嗯 我觉得好像 突然我就可以了 我终于知道你能量的秘密了 什么秘密 你看啊 你生活在这么美的环境里 所以才有那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就跟小强一样 你说谁是小强呢 你才是小强 对对对 我是小强 所以我更不能认输了 三天之内坐晚上吧 你确定你真的要做 必须的 好吧 行了 今晚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一大早 就去西山朱历那边 为什么去西山啊 老林说 西山那边的竹子比较温柔 不会划伤你的细皮嫩肉 你看 还是咱爸 心疼我 这么着急叫爸 你还没通过好院呢 喝酒 先吃饭 去吧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干什么呢你 我今晚有大事要做 干吗 离家出走啊 才不是呢 皮特 说出来可就不灵了 你俩搞什么鬼呢 我们呀 准备去看大自然的魔法 吵哩 摸冰 看什么呢 魔术开始了 小福姐 明年要下语哦 我们是圣灵的琪琪 拜承了 小姑琪 像一场梦啊 无悔堆叠的年华 我们一步留神就搁强了播放 多少迷惘挣扎把心酸眼下 才好用过一次换花 不好意思啊 没忍住啊 那个时候 我带着小皮特冲回师父身边 曾经是我那么熟悉的一切 那回去后的每一分钟 都让我感到窒息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只能行 必须行 我总会死 跟蝶变有点像吧 但就在刚才我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她重生以后的世界 这么大 那只蝴蝶 好美 梦琪 不仙 你还没 仿佛星辰点亮漫天 你们在说什么呢 儿子饿了吧 咱们去找林爷爷吃早饭吧 来 儿子 咱们去找林爷爷 擦肩的人啊 我曾爱过的你呀 回忆的脚步声 从未停止喧哗 时间也藏不下 两颗心跳碰撞的火花 你像一样牵引着我 想去抵挡 原来爱记得 曾经的你我 甜甜的情有如种 寂静飘泊 爱一世如昨 总会有风 吹散心无八博 终现你清澈的路阔 仿佛星辰天亮漫天 夜色 散开心扉 把无解的枷锁击碎 我们相互成为 被爱卷心的珍贵 等待你拥抱我 宽温暖不知所措 绚烂成烟火 温暖会把我 都记得 原来爱记得 重新将会你和我 微风起伏着日落 你望着我 直到云子荣荣了情河 再牵起你的手 顾盘在彼此的眼眸 幸福的生活 正要拥有 和你同往更多 一会